这个小男孩一出生就拥有百亿资产 睡的是纯金摇篮 玩的是钞票和钻石 就连奶嘴都是黄金做的 每天一大堆人围着他转 伺候他的衣食出行 李奇的父亲是全球首富 连总统都要向他们家借钱 父亲十分宠爱李奇 他喜欢玩棒球 父亲就算再忙 也会放下手里的工作 陪他一起玩 为此还特意在家里 建造了一个棒球场 让世界顶级球员做他的陪练 李奇的行体课 父亲直接邀请明星教练 到家里现场教学 但有钱人的生活也会有烦恼 李奇每天要上商业课 学习如何管理公司 还要全球各地到处飞 出席各种活动 这天李奇降落在平民区参加活动 他随手捐出一箱黄金 众人为他欢呼 离开时李奇看到不远处 有一群孩子正在打棒球 他很想加入 却被保镖和管家制止 出于安全和身份的考虑 不再形成表上的事情 不可以随意去做 李奇这才意识到 自己虽然拥有财富 却没有可以玩耍的朋友 回去后 他邀请同学来家里玩 他们一个个也是富二代 不是忙着去谈合作 就是忙着去看董事会 这种生活太朴实乌花且枯燥 李奇想起平民区的那群小孩 他们虽然没钱 但很快乐 第二天 他坐着劳斯莱斯路过平民区 又看到了这群打棒球的小孩 他不顾管家的劝阻下车 执意要和他们交朋友 看着李奇从劳斯莱斯场下来 他们非但没有八戒 而是对他冷嘲热讽 说像他这种身份的孩子 根本不会打棒球 李奇不服气 表示自己一定可以击中他们的球 面对调戏 女孩转身要和李奇赌一局 男孩提议赌五元 女孩表示这次赌大的赌十元 李奇以为赌十万元 立马从兜里掏出钱 孩子们惊呆了 他们从没有见过这么多钱 东兵西草才拿出十块钱 这群小孩以为李奇一定打不赢他们 没想到他上来就全力打 孩子们愿赌服输 把所有钱给李奇 李奇表示自己并不想要钱 只是想到他们交朋友 但刚诉求的孩子们很生气 李奇只好独自离家 父母正打算带他去为女王情生 母亲看到李奇闷闷不乐的样子 了解情况后 让管家把那群孩子请到家中陪伴李奇 也证实这个决定 让李奇逃过一劫 到世界首富家做客是什么体验 平民居小孩来到李奇家瞬间惊呆了 他们在花园里开卡丁车 在人工湖里玩飘移 还有体育场和蹦床 小宝说这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 李奇表示这才刚刚开始 他们来到后院体验了过山车 这是父亲送给李奇的圣诞节礼物 孩子们目瞪口呆 凭着这些新鲜玩意儿 李奇成功被这群孩子接纳 而他也度过了最快乐的一天 另一边 李奇的父母在飞机上发现定时炸弹 父亲赶紧打开窗户扔出去 但炸弹还是击中飞机尾翼 导致飞机坠毁 家里的GPS无法查询到他们的定位 父母失踪了 而此时李奇的舅舅正在和香槟倾注 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 当他得知李奇一家三口 将要去为女王请生 于是提前把炸弹放在飞机上 只要他们死了 自己就可以顺利夺走李奇家的财产 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李奇没有上飞机 由于父母失踪 公司无人接管 按照法律 李奇还没到法定计程年龄 没有权利掌管公司 幸好有管家充当警户人 才让李奇顺利接受 由于他从小就学习金融和管理 把公司打理得兢兢有条 他获得所有股东的支持 还成功让舅舅被排挤 这是他不愿看到的 于是栽赃嫁货给管家 诬陷是他炸掉的飞机 管家成为头号嫌疑人 被警察带走 李奇失去监护人 也失去了公司的掌控权 舅舅以保护李奇为由 将他软禁起来 还密谋杀掉拘留所的管家 这一切都被地下室的教授听见 他立马找到李奇 现在当务之急是把管家从拘留所救出来 男人刚挤上牙膏 牙刷就被腐蚀 管家赶紧看说明书 原来这是李奇送进来的强力腐蚀剂 能腐蚀掉所有物品 包括拘留所的铁栏杆 就在这时 舅舅派来的杀手勒住他的脖子 没想到管家身藏不漏 三两下把杀手解决 还抢走他的衣服 管家腐蚀掉拘留所的铁栏杆 成功逃出来和李奇回合 李奇坚信父母还活着 他跑到小伙伴家中 利用网络侵入自家的电脑 通过他和父亲的亲子转线 很快搜寻到讯号 但就在街中的前一秒 家里的保安拔掉网线 信号被中断 他们只能冒险回家重新链接网络 微信上的定位显示 父母竟然就在家 原来失踪的父母早就被舅舅抓起来 舅舅逼问他们宝藏藏在哪 父亲告诉他宝藏就在山后面 舅舅携失一家三口进入宝藏山 这里的门是声控的 需要父亲二人何场才能打开 舅舅兴奋地走进去 却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 全是一些老物件 舅舅气坏了 防盗设施这么严格的宝藏山 就用来存放这些破毒烂铁 他质问他们金条和钞票究竟在哪 父亲表示钱当然要存在银行 这些充满回忆的老物件 对他们来说才是宝藏 契机扮回了舅舅 拿枪对着李琪 但李琪毫发无伤 原来他早就穿上了防弹衣 父亲趁机打倒舅舅 一家人从石像的耳朵跑出来 紧追不止的舅舅用墙瞄准他们 与此同时 山脚的管家用机关口射进舅舅 他被安全神双主再捡回一条命 舅舅被重宫致服 影片到此结束 电影《小蜂王李琪》是一部戏剧片 与1994年上映 是很多人的童年记忆 影片看起来很奢华 传达的主题却很朴素 一个温暖有爱的家庭 比金银财宝珍贵得多 对于李琪一家来说 一家人相处的点点滴滴 才是他们最大的财富 好了 这里是唐四令书电影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